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好意思 呃 第一点说他否认犯罪 第二点说他批评司法 第三点说他是卸任的总统 影响力没有禁止 所以不能容认在外 這三点让他觉得 其實只是为了押他 而已写的理由 我想 如果一个被告不能否认犯罪 一否认犯罪就是被人是要积压的理由的话 那么 也不用法院 只要检察官起诉 被告就一定要认罪 否则就要积压 甚至要禁件 这样的逻辑 我想绝对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被告 也不能攻击司法 也不能就 像 用这样子换掉 合议庭法官 違反法定 法官法定原则 这样的案件 被告都不能 出越远 否则 也是构成被 积压的理由 所有的被告 都绝对不能怀疑司法 只要攻击司法 就变成是 其他的理由 那这个台湾的人权何在 被告也绝对有他的言论事由 也绝对有他的人权 如果被告 都不能批评法院 一批评法院就要被抓起来 那这个法院 全是比 冬草还要可怕 再提到说他 是现任总统 影响力没有禁私 所以不能隆论在外 更是让他觉得说 难道当过 总统 不只不应该被离 反而要被做特殊的对待 不应该押 如果是一般人 不用押 因为他是新的总统 所以特别要押 这三点理由 让他非常不能接受 这三点理由让他觉得说 其实一切都已经 剧本编好了 反正就是一定要押他 他也想到他在出庭前一天 好的我们看到呢 陈雨扁在今天呢 委托这个高志鹏 所发表的三点声明是说 对于法官所写的裁定书 有三点他不能接受 第一点是法官说他否认犯罪 所以就要成为积压的理由 第二点呢法官说他攻击司法 他说被告难道没有攻击司法的权利吗 第三个呢法官说他是卸任的总统 还有很多的影响力 所以必须积压 那高志鹏转述陈雨扁的说法是说 难道当过总统不仅没有礼遇 还有特殊待遇 有犯罪就要收押境界吗 这是高志鹏转述陈雨扁的看法 那我们就回到这个法官的这个裁定上 的确法官是有提到 这个被告经法官讯问后否认犯罪 这是一个事实的陈述而已 因为蔡守峻在庭中问了他很多次 因为他讲了一两个小时说 这个他没罪 那个他没做什么 他没收钱 他只收过政治现金 没收过红包 最后蔡守峻有问一句话说 所以你否认所有的这个犯罪事实吗 他说是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他否认这个犯罪 这一点只有写到这里而已 然后其他是说 根据这个起诉书来看 犯罪嫌疑重大 就是这两个对照 这都是事实的陈述 并没有推论到说 因为他否认犯罪 所以就要羁押 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另外一个他提到的就是说 攻击司法 这个法官有引用起诉书里头 攻击司法的这个说法 的确在这个第三页的新闻稿里头 有讲到 就是这个陈述扁身为卸任总统 却一再攻击司法 掩盖其涉案重嫌 那也只有这么一句说他攻击司法 也没有举出很多的市政 但的确蔡守峻跟周湛春 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在这个新闻稿里头 蔡守逊也用了很多卸任总统 还有这个影响力这个名词 来形容陈水扁 他讲这里的卸任影响力 这里又一个卸任影响力 然后第三页里头 也提到卸任总统 总共提了大概三次左右的卸任总统 周湛春也在新闻稿里头 提到很多的卸任总统 但是蔡守逊跟周湛春的观点完全不同 周湛春的观点是 因为是卸任总统 所以我们不能做这件事 不能做这件事 不能做这件事情 那蔡守逊的观点是说 因为是卸任总统 所以他很有可能有这个影响力 有那个影响力 有那个影响力 所以我们应该要对他有所防范 这是蔡守逊跟周湛春 完全不同的两个观点 那你现在知道法官不同 裁决的结果有多大的差别 他们因为这四个字的看法不一样 卸任总统 不是 所以 其实蔡守逊跟周湛春 对于积压的原因 就有奇异了 因为周湛春认为光说中学不行 还要加上余桃 还要灭政 要加乡家才行 那高院跟蔡守逊认为 都是独立的 这积压原因我们不论 就是有没有积压的必要看法是不一样的 是法官自己讲了算 那个蔡守逊认为说 你有这个原因 我认为你现在周湛 你虽然这样 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压 周湛春认为 我认为没有必要压 所以其实 事实都差不多了 就算你那个五一七 那个五一七就是让人家觉得说 这些钱还是在你的掌控之内 你认罪嘛 认罪你钱之中 你这个钱你随时可以动用 是比增加了 那个蔡守逊压他的决心 但是我觉得 如果没那五一七 以蔡守逊的新政 也会把他压起来 所以新政已定 五一七是强化这个新政 当然 就是说你又有可支配运用的钱 你又有这个卸任总统的影响力 所以卸任总统反而成为 蔡守逊认为 应该压陈水扁的原因之一 民进党有人挺他吗 除了少数了 算上街头的以外 整个民进党主流是 这样对 勇于面对司法 我来透露一段 我昨天讲过 再把它讲详细一些 杜立平在特征组出来以后 如果有人看过他 他已经瘦得不成能行 事实上我当然我而知道了 我以为朋友是一个 非常资深的企业家 因为杜立平小姐非常敬重他 所以主动问他说我怎么办 那这位企业家跟我转述 我偶然知道他跟我讲的说 他对杜立平说 事到如今你只有一条路了 把所有的事实向特征组讲清楚 这样子才是你自己救自己的方式 那其实我有问这个企业家说 那我请教杜立平的自杀是哪里假的 他说假的 压力太大了 秀给人家看 他说你想那个管有没有 一氧化山的管也没有很短嘛 包括人不可能说吃了药 又打电话给家人的 我是把如实这样说 显示杜立平的压力之大 非自杀不可 秀给大家看 压力来 哪里来我不知道 但是一定是原大马虾跟陈水扁 你看我举这个例子 他都逼人要自杀了 但是我非常佩服这位企业家 因为我没有他引述 我不能讲他名字 是大家非常敬重 一位企业人士 一位企业人士 他说杜立平小姐 你该做的就把它全部摊开 所以杜立平再回去讲 这两亿原大金 是行贿 这并复伐金两亿至今 这样对 我希望杜立平小姐 我为什么要讲这故事呢 我希望所有的政人 所有的关系人 请你们向杜立平小姐 这样摊出来 这才是面对现实的最好方式 你看那个叶胜茂 不讲清楚被判十年嘛 他后悔说我讲越多被判越重 无论是叶局长 你如果第一次全部讲清楚 就没事了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你可能还转为污点证了嘛 就里面有做嘛 我说这些关系人等 事已到如今 把里面所知道完全摊出来 这样才是最好的自救方式 同样的到目前为止 你刚提到的这个 什么认罪协商 假啦 我没在相信 不会认罪 你看看 否认犯罪 保来世人主 他们的四个人态度 包括他们的亲家 人家遭遇住的态度 我常说台开到现在没有道过歉 他们家跟亲家 有没有勇于面对 没有 我常说问题不在大小 关键在于态度 态度这样子 你让整个社会 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所以我爱这样说 吴淑貞女士 假设你在看电视 你们要勇于面对 面对这个问题 才是真正的自救 把真相摊出来 面对它 它可怕还有很多减刑 或减刑的空间 如果态度那么强硬 我觉得这个社会氛围 会给蔡首逊法官更大压力 这个蔡首逊法官跟周湛春法官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刚才我们说 他们对于卸任总统 到底是应该要压 还是要放的这个观点 是完全截然不同之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回笼条款的设计不同 就是周湛春设计的是说 如果你跟这个被告骚扰 检察官骚扰的话 那你就要回看守所 然后另外就是 你没有准时到庭 你也要回看守所 那蔡首逊法官的设计是说 你现在是收押 但是不禁见 但是如果你已经再押了 自由应该是受法律的限制 应该不会肆无忌惮的灭证串供的可能性 都应该降低 那检察官的意见说 也可以解除禁见 那如果你在羁押中 却发现你还有找人灭 淹灭 辨造证据勾串等等之相关事证时 将另为处分 就是恢复禁见 所以他的回笼是恢复禁见 告诉你说 你还是不能串证 你还是不能想办法阴灭证据 被我发现的话 你就不能够再见外面的人了 对蔡守峻的那个裁定来讲 就是说不禁见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一方面这个案子 现在已经到了法院 最早这四案已经到了法院 到了法院之后呢 其实以法院的角度来讲 禁见对法院的立场来讲 是不合理的 再来就是说 在基本上面就是说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 对于陈水扁的所有的政治上面的动员 铺天盖地的都是针对 就是说省钱积压这部分来讲 会影响到他的诉讼权 那所以尽可能在积压的必要性之下 在其他方面来讲 保障你的诉讼权利 让你尽可能可以跟外界保持沟通 包括跟律师的部分 这个是重要的 认罪协商是因为 从昨天晚上开始 成为大家讨论的重点 但是如果你把认罪协商 提出来的时间 以及陈志忠的动作 陈水扁在庭上的一个讲法来看 以及刚刚最重要的就是 林哲会对于他们 为什么不接受的一个理由 其实你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 认罪协商 他真的就是一个假动作 那个动作绝不意味着 陈志忠跟黄瑞敬 以及他们背后的吴淑貞 已经有任何具体的诚意 要把海外汇回来 要把海外的钱要汇回来 包括林哲会提到的 所以之前说两千一百万米金的钱 一块回回回回回回到现在 到现在没赢没赢 一毛钱都没有看到 更何况那五点七亿是不点不亮 如果说不是你复兴再度遭遇到了 羁押的这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 根本就不可能会有认罪协商的动作 刚刚提到杜立平 其实我相信杜立平那个压力是很大 而杜立平会做这个动作 必然也跟元大马家之间 有某种的compromise 因为我之前听说连元大马家 他们的压力都非常大 就是说他们两兄弟两个被约谈之后 整个案情开始开花 之後呢他们还请了知名的 就是说这个江姓的精神科医师 到他们家里面为妈妈 为两兄弟做心理治疗 最早在这治疗比起阿扁去烧烧指前疼 这个高明多了嘛 那现在你要看的就是说 在整个的事情发展到今天的时候 都不需要去理会 就是说陈水扁或者刚刚高志鹏的这些讲话 高志鹏的讲话某种某种程度是对的 就是说并不是因为你不认罪 你否认罪行而就要把你积压起来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当整个的当检方起诉了 特别是T3特征组起诉了之后 我们希望所有的讨论都包括被告 包括被告的律师 包括你支持被告的人 当你要为被告讲话的时候 请完全回到起诉书当中的事实部分来讨论 有罪无罪 guilty or not guilty 这个是法官的权利 我们只是在问说 就事实的部分 事实的部分来讲 请陈水扁 请高志鹏 请所有的律师 都回到事实的部分来讨论 这个事实当中 你就算不认罪 难道我最后定理有罪都不对吗 这在讲什么 原大这个部分 我认为杜利平的证词是对原大很不利的 所以我的见解跟湘龙很不一样 我想从一些媒体的报章杂志上的讯息 可以得知 这个杜利庄 不是杜利平 杜利庄 他在半夜有时候会气不成声 是有心理智商的这个必要 但是他们希望说未来不会把心理智商 或是老年痴呆症等 取得了证明在法庭上 这我先讲 第二个就是说 阿扁他们家的策略 其实都一再重施顾忌 大家记不记得 在朱南的那个调查报告里面有一段 就是当初阿扁也说 我要把海外那个资金啊 对不对 我要写给你们 结果后来一看 你给我试给啦 你给我一个是假的 结果 当然你现在比较说假的是非常假的 那陈志忠这个部分 之前不是也有说要签什么吗 那那个钱要来来 对 到现在为止 要画资金流程表啊 又说愿意这个认罪协商等等 我刚刚前面讲这是障眼法 所以你说特征组也好 或法官也好 他们自己也会 这次没中计了 就像蔡首逊 大家常提到这个人物 我刚留到她点到一下 我调来她那个 昨天就调出来 就以前蔡首逊她在法院上 跟那个辩方的律师 11名 工房的很精彩 当然我们一想中 你不是审国务计料费的时候 我过去到06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交点都放在 张熙怀跟林达 尤其张熙怀跟那个辩方律师 哇 那个很很很很很 去接受心理治疗了 那包括这个 审判长蔡首逊 她八次赫赤那个 也是用程序问题干扰的那个律师 请他坐下 你给我坐下 那对方又说你违宪 那蔡首逊还说 我晚上对了 我回去会没到 违宪这两个字 就是那个时候交锋是非常激烈的 那可是你看 我刚刚讲到说 除了那个障眼法之外 他们的一个 贬加的一个诉讼策略 当你南线专案 你被戳破之后 他另外给你搞S J 我建议以后 不管是抗高输 希望没有抗高输 只要输入文字 不要再顾虑什么机密不机密 高雲加油 SJ 我试问 过去什么F 今天又扯C 什么卡西迪 没有 现在只有J 现在只有J 他那所 我也不管六个 十五个 九个 最后五十六个 哪一个是 却有其次的 就还要帮他 顾及什么外交机密 还要帮他SJ 还要圈圈叉叉 还有不小心没圈到 圈圈刺 清房被攻破了 招人说南线专案是假的 他又发明SJ 再去找一个人 而且那个管道 都是从外贸协会去找的 你再去找一个 那你说这个部分 大家都看破了嘛 那至于卸任元首 这个部分 我们只要问周战春 你对一个卸任元首 或者是一个警察 他们有没有社会影响力 你都认为这个警察 他会运用他的社会影响力 跟公权力的 那你对于这个卸任元首 为什么对一个 跟一个警察 你完全的那个看法是 认知是不同呢 更遑论 蔡守逊跟周战春呢 因为那个警察 没有说他是过街老鼠 我们先接一下Coi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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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